第四部分我们来介绍一下负载均衡SLB使用中的一些常见的问题 首先和SLB相关的一些问题 首先会经常被问到支持的协议有哪些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SLB支持的协议包括四层的TCP和UDP协议 还有七层的HTTP和HTTP-S协议 SLB那个服务本身解决了后端ECS服务器的这个融灾问题 那么如何避免SLB这个服务本身的这个故障导致的单点问题 以及关于SLB的这个栽培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如果SLB后端的ECS是不同的Zone下面的机器的话 就不同的Zone可用区的这个机器的话 那么我可以提高在一个地域下的这个本地的可用性 如果在同一个地域创建多个SLB 然后通过DNS轮巡的方式去提供对外的服务的话 就可以提高本地的这种整体的这个业务的可用性 如果在多个不同的地域多个region去创建多个SLB 通过DNS轮巡的方式提供服务的话 可以提高整个跨地域的这个服务的可用性 所以说其实可以通过这样一些组合的方式来解决 SLB本身的故障和这个整体系统的可用性 那么关于后端服务器实力还有一些问题会是什么呢 SLB最多支持对几台ECS的实力进行负载均衡呢 实际上阿里云现在并没有限制这个后台的服务的服务器的数量 但是为了保证你这个对外服务的稳定和高效呢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就是说你可以根据业务不同的分类呀 不同应用的模块比如说邮件呀门户呀 OA呀等等 然后你可以把它作为不同的这种服务 放在不同的SLB实力后面 这样来减轻你这个单个负载均衡入口的一个压力 然后不同的这个操作系统的ECS是不是可以都放在SLB后面呢 这个回答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不会限制后端的ECS使用哪种操作系统 只要保证你上面部署的应用都能处理SLB发来的请求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选择了相同的这种操作系统的这种ECS去做配置的话 你在维护管理中可能会方便一些 后端实力还有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如何确保SLB后端的这个多台的ECS之间 它的数据是同步 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数据呢 就是因为请求是每一次发送到不同的服务器上去 那其实确实会出现这个请求数据不同步的问题 那么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工具可以实现 比如R-Sync呀 但是需要用户自己去做配置 就是说你可以从其他的一些论坛啊 去找到一些帮助 就是说怎么去用R-Sync实现多台服务器的帮助 之间的同步 但是呢我们上了云之后呢 我们更建议是说 你跟SLB共同使用的这些ECS 最好是上面放上无状态的这种应用服务 然后把你的数据统一存放在RDS和OSS上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 在淘宝购物对吧 然后淘宝购物的时候 你可能将你的产品放在了购物车里 然后你就退出了 那么如果在一台ECS上完成了这件事情 并没有把数据做同步 或者没有放到后端的服务的话 你下一次再上来进行结算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购物车里头依然还是空的 那所以最好的方式是说 我们把所有的数据都存在RDS上 然后当我购物车的购物车里头 其实这些内容都写到数据库里了 那么下一次我再上来请求去查看我的内容 我的购物车的时候呢 新的一台ECS服务器 它会去读后端数据库 这样就实现了无状态的应用服务 帮你更好的实现你的数据的同步 也不需要在不同的服务器之间做数据的同步 尤其当你的这个服务器的数量变得很大的时候 就会很麻烦 你两台三台还好 你十台二十台的话 就会形成一种网状的数据同步 其实还是蛮崩溃的一个状态 如果我有两台ECS分别在杭州和青岛 为什么没有办法添加到一个SLB的实力的后面呢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阿灵云的产品都不支持跨地域的部署 那SLB也是不支持跨地域的部署的 所以你这个SLB后端的多台服务器呢 必须是处于同一个region下的才可以配置 所以咱们在使用中要注意到这个region快region的问题 好 本节的内容就是这样 非常感谢 然后我们有关SLB的课程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